娱乐圈的文化水平一直都是被人重点关注的 因为大家印象里面的娱乐圈偶像的知识水平很低 甚至还有一些酒漏鱼 像王一博蔡旭坤这样的人就被很多网友争议 因为他们小小年纪就进入偶像圈 显然放弃了学习 这对未成年粉丝的正能量传播是有很大影响的 王一博不再是酒漏鱼代表 说到酒漏鱼大家肯定会想起王一博 之前从明星的学历表里面就能看出王一博的学历不是很高 这个也一直成为王一博被吐槽的点 除了王一博之外 像是近期一直很有热度的蔡徐坤也经常被拿学历说识 为什么大家这么看重他们的文化水平呢 因为喜欢他们的都是学生粉居多 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自然没有办法引导他们 王一博在圈内因为没文化闹的笑话是最多的 之前上节目的时候就一直写错字 而且大家都觉得王一博的字真的很像小学生 用这个来嘲讽王一博小学水平 写错字还是常态 有时候念错字才是尴尬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王一博能够成为主持人 但是近期大家开始发现王一博不再是酒肉鱼的代表 他肯定也有好好补充肚子里的墨水 不然也不会被邀请出演重要的献礼剧 而且还是一年三部 如果王一博真的没有文化 那他被这些枯燥的台词肯定是痛苦的 不过从预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王一博的台词能力很好 而且演技也进步了很多 这事就算有完美学历的人都没办法在短期内做到的 所以王一博的印象被改观 看来酒肉鱼人设是针对那种只有表面没有内在 也不想进步顾步之风的圈内人 那么内鱼的偶像里面可太多了 王一博是不至于与他们为伍的 真正的文化沙漠往往被原谅 大家都说娱乐圈的门槛很低 即使学历不高也可以进 学历高的更是被安多了一个人设 其实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近期网友们却注意到 想要维持娱乐圈的正能量风气真的是越来越难了 因为有些学历高的明星才是真正的文化沙漠 有什么比明明很高学历 但是却没有墨碎更加令人可惜的呢 最近杨米在直播的时候念字 把其中的哭唧唧念成了哭清清 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嘲笑 粉丝们喜白说只是这两个字太像了 所以才导致杨米念错 但是这两个字连初中生都分辨得清 杨米怎么会一时可恶呢 杨米的人设一直都是高智商美女 家里还被传是苏香世家 但是从杨米不认识这么简单的字来看 他自从进入娱乐圈之后 就很少为自己充电学习了 一直在拍戏和活动 而且杨米的学历很高 他好歹是一个上过大学的人吧 把这么简单的字念错 而且还不是让他去写 这真的就很怀疑杨米肚子里的墨碎还剩多少了 除了杨米之外 张泽汉最近也因为读错字被网友嘲笑 在生日会上 他的主题明明是无语 但是他却很大声的读出了无语 粉丝也说在舞台上的预置 真的写得很像呕字 但自己的生日会什么主题 难道之前不知道吗 张泽汉同样是上过大学的人 而且也是文青人士 平时在社交平台上喜欢分享自己的书 看起来真的很充实 除了生日会上闹了乌龙外 张泽汉读错字可不止一次了 之前在直播采访的时候 还把干壁之用读成了干负之用 这真的是经常看书的水平吗 在这些错字连环的事情出现之后 大家都怀疑张泽汉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的书是摆拍 他的口碑也是下降了不少 就算杨敏和张泽汉 他们的真实面目是文化沙漠 但是喜欢他们的人也不会减少 因为杨敏和张泽汉的错误 在很多人看来只是转不过弯 或者是小小的失误 毕竟他们的学历证明可是白字黑字 是他们用自己的实力获得的 只不过时过境迁 有些忘记也在所难免 虽然杨敏张泽汉闹了笑话 但是他们的这些失误 却没有被人们深刻的记住 在事情发生后 网友们嘲讽几句就没有下文了 杨敏和张泽汉本人都没有被影响 还是造成的开展活动 甚至张泽汉越来越圈粉 真的非常奇怪 感觉很多人就指着那张文凭 王一博蔡徐坑他们这样的偶像 被深刻的嘲讽学历 而看不见他们的努力 就仅仅是因为没有那张字 文化沙漠已经不仅仅蔓延 圈内明星 文化沙漠已经蔓延到了整个行业 真的很怀念一些大导演的作品 他们很尊重历史 拍摄的时候会还原整体 这样给观众感觉更好 但是在最近大火的三合令里面 却有不少弊端 剧组和配音演员的文化水平 真的很堪忧 其中里面有些诗词断剧都不太对 断剧效果让不少网友感到吃惊 真的有好好地去琢磨 其中深层的一面吗 断剧不对 甚至连龚俊和张泽汉 在现场表演的时候 也没有觉得丝毫不妥 古代诗词 是我们三下五千年重要的财富 如果以后的剧都是这样 岂不是教坏人吗 所以说大家还是忽视了很多 偶像没有文化 其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整个行业的文化水平没有提升 而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希望在整治娱乐圈的时候 也对娱乐圈的文化水平好好提升 这样这个圈子才能稳定发展 大家觉得现在娱乐圈 总体文化水平如何 好了 今天的娱乐资讯就播报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请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